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 又是新任透視第三節的時候 和大家一起新任透視的 有我們嘉賓拍齊 多謝你繼續看 因為通常到第三節沒有人看 是 少一點的數字 通常很奇怪 繼續說 以前社工和政府撐得幾行 現在會不會不同了 或者做的事不是在做這些 觀察吧 我就離開了行業 但我想最近幾年 我一直都有些在舊區 設計重建的地方幫忙 也會見到一些社工或社工機構 其實在舊區的工作是怎樣 是幾不同的 是怎樣 是否現在都是搞福利工作 搞一些輔導一下你 幫你申請一些東西 就不是組織一些地區力量 我理解的就是你那個年代 就是組織一些社區力量 有套力和政府抗衡 不是這樣 絕對不是這樣 情況是發生什麼事 就是變了 我想整個機構 整個行頭的氣氛是不同的 因為機構 我想有兩個很大的轉變 第一就是政府沒有再 好像以前那樣 定期的有些錢給社福機構 而是他會虧了一個常限 和給了一筆錢給他之後 機構拿了一筆錢之後 自己就掠著一筆錢 就怎樣花了 什麼意思呢 就是以前如果是舊有的制度 有些似供援制度 就是用了一筆錢下來 然後你就出薪金給他 出證就給政府 政府後來就想欠些錢的時候 就跟機構說不要這樣 我不如給一筆錢給你 這筆錢給完你之後 你拿了一筆錢 你可以拿下袋 於是機構的想法又不同了 那就是勒著勒著 於是你要看到 機構和僱員之間 就變成了一個利益衝突在裡面 所以經常欠些假期 欠些人士工 然後又扔掉你不要 這樣就有很多怨言發生了 但是下面就有一種 奉迎文化出現了 以前大家敢說話 跟老闆說 社工不是這樣做的 這樣不是最能幫到我們 那個服務對象 有原則可以爭辯 以及有概念去說 但是去到這個本地下 就一直要問 你用了一年合約 他又一年半 那我就可能半年 但是到時候 老闆要你要我 我認要他 那當然要聽話 要和諧 那些 和諧為合約 合約 合約 全成洞 整個文化不同了 全成洞 所以有一段時間 是我的舊朋友跟我通電話的時候 他們在電話裡面很不開心 就是 他是要負責咳人 老闆就不咳人工 咳下面 這個是不是跟一筆過撥款有關係 絕對是有關係 那真的 又是民主黨有點錯 這個跟羅智光有關係 那些就有陣子說了 真是慘 但是那個背景是一個這樣的大背景 但是在這樣的背景下 而社科機構也開始不斷賺錢回來 於是就開始跟不同的機構申請錢 或者拿錢回來做 其中一個 現在看到的就是事件局 但是事件局有一個問題 就是 事件局請你下去機構內做事 但是事件局跟你要服務對著 有些衝突 是啊 他拆個地方 他拆錢 你要保衛住那班居民 於是產生了一個問題 就是 社工其實站在哪個位置 其實 都有一些報紙報道過 基本上重建當局 其實有干預過前線社工的工作 嗯 這個干預 甚至乎 就是 我跟那些社工在談的時候 那個都去到幾離譜的狀態 例如說 深水埗為例 試過有些重建區街坊 是跟政府抗辭日久的時候 拉得拉久久久的時候 就開始 機構自己都有壓力給自己社工 怎麼說呢 喂 你不可以教那些婆娘怎麼寫投訴訊 啊 因為不和諧 就是又是真正承認著 是 但是社工就說 喂 不行的 那家方叫我寫我怎樣 他講一句 你寫一句 你不可以教他怎麼寫 那怎麼辦 你出口都不成文 就算我們都 有什麼理由他講一句寫一句 也都試過有些機構 是 問回 試過重建當局 就問回這個社工 就跟他講 喂 是 給你一個名單 就是我們想要一些不肯走的人的名單 是 大哥 那你叫我幫你點相 是 是 你是好像一個二、五仔 是 那種的心態 是 也試過有些機構 我朋友試過上班第一個星期 突然在辦公室走出來 就見到重建局的人 然後就拖開他的四桶櫃 不斷炒了回來 去檢查看 然後他說 喂 我的客人是這招 我做社工 我客人是知道的 是 那幫人對著他笑一笑 我是請你的 我是你老闆 然後他不肯 不肯就算 不肯就算 不肯算 甚麼是算 就轉面 跟你老闆談 就動了你 要曾德成那個事 所以我越來越明白 曾蔭權那個口號 我要做好這份工作 是 有些隱喻 你看看全城洞 全城都要搞和諧 是 全城都要聽老闆說 配合那種單元的思想 都是為了那份合約 我要做好這份工作 是 但以前的狀況不是 以前我們看到有些機構 他們會做一些私樓重建的 我想當時的機構 那些社工勇很多 甚麼意思就是 他們自己會有一個社工的 所謂私樓的聯席 然後撐一些客人 然後跟那些無良發展商 去吵過 在別人的辦公室裏面 如果 甚至街坊不夠力的話 那些社工會自己 拉到環額 是 做社工 怎麼不可以出聲 為甚麼不行 真的 真的 然後拉到環額 然後拉到環額 支持街坊 在樓下裏面 大家覺得 有些事情是不對的 又或者有些事情 怎麼看都是 是非黑暴清楚的時候 就覺得 有些事情是真的要清楚了 現在的機構不是這樣說 是 我們社工中立的 然後 你知道 重建會涉及到利益 然後我們自己 沒有理由在裏面 在裏面 你老 你老 你想說你老美 忘了剪髮 你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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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的 但問題就是 這個 強弱懸殊的世界 哪個只有哪個 大家做了幾十年人 你不要告訴我 你告訴我 兩個人對等在談價錢 更何況 這個不是價錢問題 對 沒錯 我們見過很多 很離譜的事情發生 但很多社工都不敢說 幾個律師 坐在那裏 四五個男人 行著一個老人家 我相信我大膽 得罪你們社工界的朋友 現在的社工 除了這件事 曾德成之外 就越來越收聲 越來越契弟 你的原因是什麼呢 你覺得主因是什麼呢 我猜 在行裏面的人 其實是不喜歡出來說話的 不喜歡出來說話的 有個原因 就是因為 行頭太小 跟牧師一樣 跟他們做教會 那些學生都是這樣 就是行頭太小 你得罪了蘇詠智 你得罪了那些牧師 你怎樣在教會界路 一樣 其實很近 全都一樣 是跳水來的 很悲哀 不如死吧 他算了吧 這個也是差不多 很悲哀 很悲哀 真的很悲哀 真的很悲哀 就是在學院裡面 教育都改了 以前我們有幾課要教的 教育怎樣做這個國安 教育怎樣帶組 六七個人一起 然後坐在那裡大家聊聊天 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教育怎樣落區 用大聲工 寫新聞稿 見記者 這些是有課堂教你的 我們就叫做社區發展的課程 雖然都是只有一個學期 然後教一下 有的認識 但其實也不懂得做 但也叫做有教 或者是整個學院裡面都覺得 這個是社工服務 或者是一個社工功用手法 一個部份 但是你去到後來之後 你發覺差不多是 九十多小時之後 就是這個課程是 割起來 是不教的 不想那麼吵鬧 社會 很明顯 因為你明白就是 九十年代的時候 大家都有一種惶恐 當時還在談 資聯會是否要接的 是否要把資金 然後放到瑞士銀行 外國地方 之類的地方 覺得共產來之後 很多事情回到福地 而當時社福界 本身都是怕九十年之後 其實他們的地位 是不被確認的 所以最好 所有敏感的東西 都被壓低了 在這樣的氣氛下的時候 於是由這個學院裡面 不教他們怎樣落區做事 去到服務上面 政府要閹閹閹閹 都開始不再派社工 去到那裡 所謂面對重建的地方 去工作 即是陰桿的 陰桿 是的 我們是否還有一節 我們多玩一節 玩一節 太肉霸不能 太多事情想說 太多 而且出路在哪裡 其實他在說 社工的問題 就是你們要去教會 那些問題 做牧師那些問題 理大教會 整個香港的出路 到底是怎樣 沒有了自己的原則 沒有了自己的聲音 記者一樣 可以在記者上 好 下次回來 OK